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 接着讲44页教材 也就是阴阳五行的第二节 藏气法时论的那一篇文章 上次呢,我们已经讲了 肝根据生克的关系 研究肝病的发展的变化 这样一个基本规律 同时也提到了肝预散 即是心以散之 以心解,用这个心补之酸泻之 下面接着我们谈病在心 并在心欲在肠下 肠下不欲,肾于冬 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 这个规律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本段最后所说的 邪气之刻于深夜,以圣相加 知其所生而欲,知其所不胜而甚 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为而起 也还是这样一规律 心主下嘛 所以 这个 这个心主下 所以说 欲在肠下 肠下属土啊 土是火所生嘛 所以至其所生而欲 心属火 肠下属土 火生土 所以到肠下的季节 心病应该缓解 或者说是痊愈 肠下不欲,肾于冬 如果肠下病没有好 到冬天,病是就加重 为什么加重呢? 因为冬是属于水之气 心是火之脏 水克火 所以心病到冬天 病会加剧 冬不死 持于春 到春天呢 就是生己之时 春天属于木 心脏属于火 木生火 也就是 叫他最后所说的 至于所生 就生己者 到春季 木其旺的时候 相持 疾病处在一种持续状态 没有加重 也没有减轻 起于夏 到夏天 心脏所硬的那个季节 心气应当旺盛了 所以起于夏 病有起色 当然对这个本段的 每一段的起 我都说 都提过 按这篇的意思 是讲的有起色 但是从整个内经的理论上来看 甚至于有些病在 人床实践当中看到的 到相应的季节 也有病在发的这种现象 有些是持续性的 比较几年 经过几年的病 到他相应的季节 他容易发病 这个情况也是有的 但是本篇的意思 是有起色的意思 所以起于夏 心气一当旺 到夏季 所以他病 有起色 近温食热衣啊 心病本来容易火炕 不能再吃热饮食 穿热的衣服 热饮食和热的衣服 就可以助长心火之炕 热为羊嘛 助长体内的 那个心火之炕 本来心火是剩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 就不要吃热饮食 热性的饮食 因为饮食也有 这个四气五味啊 寒热温凉啊 除了温度的冷热之外 还有食品的性质冷热 至于食品的性质 什么蔬菜是良性的 什么蔬菜是热性的 什么肉类是良性的 什么肉类是热性的 以及五谷 也有寒热温凉的区别 这个我们在以后 讲课当中会逐渐的提到 所以在饮食上呢 不要吃热性的东西 衣服呢 不要穿得太厚 不要穿得太热 这是心脏病 所应该注意的 当然 这个所说的心脏病 是指着心火抗盛之类的病 不是说的心阳衰的那类病 下面呢 又说心定者欲在雾己 这是按时干日来算的 上面说的是春夏秋冬长夏 一年四五季 这是按时干日 也是按五行日 五行日就我上次提到过呀 时干嘛 甲乙丙丁 物己更新人鬼嘛 两个干是一个行 甲乙是属于木 丙丁是属于火 物己是属于土 更新是属于金 人鬼是属于水 时干划分五行 心病属于火 欲在物己 也就到土 属于土的事 那天 土生 心病的火吧 火生土 至其所生而育 所以到物己 土的土日 所以痊愈 物己不育 家于认鬼 认鬼是水 水克火辣 心属于火葬 所以在认鬼日 病是家重 认鬼不死 持于甲乙 到甲乙属木 木是生火之气 甲乙日呢 既病相持 起于丙丁 到丙丁日 有起色 这和这个 五季的变化 春夏秋冬 长夏的变化 按五行 生克的规律 是一致的 心病者 日中会 夜半身 平淡静 心属于火葬 日中 其期望 昼夜 当中 日中 也是一天 阳气最旺的 时间 日中 是阳气最旺的 时间 心是阳中 之太阳 所以 到日中 心阳之气盛 所以日中会 夜半身 夜半是紫时 紫时 就是属于水 水气盛 而克火 心为火葬 所以到夜半的时候 心病 加重 平淡静 平淡属于木之气 纯生之气 太阳快出来了 属于木之气 是生己之葬 所以说 比较平静 下面又说心欲软 即时咸 以软之 用咸补之 干泻之 心火抗盛 而急 所以欲软 这个软 就同这个软了 心火抗盛 所以 出现急的现象 咸味属于水之味 水可以克火 可以制于心火之炕 所以说心欲软 即时咸 以软之 用咸味药 来缓其 软其疾 泄其心火 这个 这个水克火 这个就不完全是五行的问题 下面这一段的 这个 玉石 以地 用什么补之 用什么卸之 就没有完全按照五行生克 这么来考虑了 当然心火抗 用咸味 卸心火 这可以 水克火 用咸补之 因为心病 需要咸味来软 所以用咸味的话呢 就叫做补 所谓 视其性者为补 干 蟹之 干味药 又和咸味药 是相对的 干是土之味吗 咸是水之味 土克水 所以咸味 既然是补了 干味 自然就是蟹了 从这个角度说 和我们平时 所说的 补蟹的概念 不一样 这里的概念 就视其性 就为补 上面我们讲到 干的时候 也是这个道理 干一散 即是心 以散之 用心补之 心味药怎么补了呢 上次我们提到过了 同样的 心味药 适合干一散的 那种状态 那就叫补 视其性者为补 和我们一般的说 人生黄奇 是补 概念不一样 概念不一样 想法的呢 蟹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 咸味是补了 干味和咸味是相对的 土克水吗 干味是土 咸味是水吗 那么既然咸味是补的 干味就是蟹 一般的说 干味是偏补 按我们一般的概念 是偏补 但是这就不一回事 下面讲 病在脾 欲在丘 丘不欲 甚于春 春不死 池于下 起于肠下 脾出土 在秋天 是几生之时 土生金 秋是金气 至其所生而育 所以叫秋季 脾病 应当是减轻 或者说是痊愈 慎于春 春属于木之气 脾病 脾属土之藏 所以木可土 因此脾藏到春天家中 春不死 池于肠下 如果春天 能够维持下去 到夏天 那就是疾病处 在相持 持续 这样一个阶段 同样的 肠下 是属于生极之时 持于下 下是生极之时 火生土 下是火之藏 起于肠下 肠下又是土之气 和脾藏之气相同了 所以病有起色 进温食保食 这个脾有病啊 韵化不利 不适合吃得过饱 当这还有温食 太温热了 太温热的饮食 对脾的韵化 在这种状态下 也是不利的 特别是饱食 吃得过饱 那么就使这脾气的 脾藏的负担更加重了 所以脾藏更难以痊愈 所以脾病的时候 进饱食 湿地如衣 如衣就是湿衣服 湿地就是居住环境超湿 生活环境超湿 脾物湿嘛 所以进湿地如衣 不要在湿的环境下生活 不要穿湿的衣服 因为是脾物湿 下面说脾病者 欲在更新 更新是金日 土生金 所以至其所生而育 因此说到更新日 并要减轻或者痊愈 更新不育 假以假以 假以日属木 木壳土 假以不死 吃以丙丁 丙丁属火 火生土 生己之时 至于所生而持 所相持 持续阶段 起于物己 物己属土 物己日属于土 是脾所应之日 脾气当忘 在这个时候脾气当忘 那么因此呢 物己 物己日 脾病有起色 脾病者日蝶会 日蝶也就指着 十二时辰当中的胃时 自首以卯 乘四五胃 五时过后 胃时 胃时 一到三点 现在时间下午 一点到三点 属于土气 和脾子 和脾土之气 是相应的 所以 遇在 这个时辰 未始 日出顺 日出是指的 平淡这个时候 对吧 平淡的淡子 不就是日 太阳出在地平线上吗 平淡呢 就属于木之气 或者说是 卯石 子丑阴卯 那卯石 总之 这个平淡是属于 木之气 木刻土 所以呢 体病 在日出的这个时间 病是加重 而下腑 静 下腑啊 本来是 当晚 身时 死守 有毛 传统 身有 身时 下腑应该是 身时 身时是属于 金 那么说 金呢 土生 金 己所 生之时 这个也可以 说是下腑 几所 生之时 定情 比较平静 但是呢 如果按照 上下的 这个前后 纹理 前后体力 上来看 那个这个时候 下腑静啊 下腑应当是 日中 日中这个时候 日中是火之气 火生土 生己之时 所以教材有个注释 注释六 有个注释 所以如果从上下 纹字体力上来看 那么这个下腑静 应当是 日中 或者说日中静 也可以 因为从纹字体力上 是这样吗 而且从圈文上来看 日中属火 火生土 也就是所说的 至于所生而持 至于所生而持 持就是静 平静 没有再发展 所以这个 两个理解 都可以 就是说 教堪可以 不教堪也 讲得通 讲得通呢 就是前后体力 不一致 前后文力 不一致 脾欲缓 急时干 以缓之 脾欲缓 同样脾也急 而不舒缓 缓和急是相对的吗 脾急而不舒缓 所以脾欲缓 即时干 以缓之 干的药 有缓和的作用啊 比如说 小建中汤 用那么多 鱼糖 甜的 鱼糖是甜的呀 那不就干缓的药吗 小建中汤 用鱼糖嘛 而且用的量相当不少 环皮 用苦 泻之 你看这个苦啊 既不是 苦是火之味吧 火又不可能 和土之味相克 所以它又不是 为相克关于 苦泻之 是因为苦就造 苦味有造的作用啊 苦造 所以说用苦泻之 也就是说苦 和这个肝缓 在药物作用上 在这边上 是相反的 肝能缓 而苦能造 本来脾 以用苦 急了 预缓了 所以用肝缓之药 那苦在造的话 那岂不是 就更不能缓了 所以说用苦泻之 肝补之 刚才说了 脾预缓 用肝缓之吗 所以肝 在这里就是补药 缓其急 是其性 就称为补 造 苦可以造 而反其性了 在这里来看 本来一般的说 脾物湿 而洗灶的 但是这不是 这谈的脾病 它就是出现了 预缓 而急得这样的变态 不是一般所说脾湿了 所以在用药上呢 也不能那个 固定不变 凡是脾病来了 我就得用造药 那不一定 脾有特殊情况 还有脾阴不足的时候 不是说都是脾 脾阳不足 不都是物湿 它有时候还出现造的现象 当然不是很多件 在临床上看来脾躁的时候 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脾欲缓的情况 还是提出来 还是有的 应该注意 下边病在肺 欲在东 东不欲 甚于下 下不死 吃于长 下起于秋 这道理和前面讲的都相同 也就是 至其所生而欲 至其所不胜而甚 至于所胜而持 自得其为而死 是这样一个按五行相生 相克 这样规律来算的 禁寒饮食 寒衣 肺病禁寒饮食 还禁寒衣 为什么肺病禁寒饮食呢 是因为寒饮食入胃之后 这个寒气可以影响到肺 寒饮食入胃 为什么能够影响到肺呢 是因为肺的经脉 是起于中交 肺的经脉 起于中交 大家一辈这个 肺守太阴之脉 起于中交 下肋大肠 还行胃口 上割 鼠肺 从肺系 起于中交 下肋大肠 还行胃口 上割 穿过横割 鼠肺 从肺系 就说这一段过程 那是讲的 肺 守太阴之脉的起 就起在中交 下肋大肠 然后再环形到胃口 再穿过横割膜 上到肺 那么因此 如果寒饮食 下到胃里之后 这寒气 就通过守太阴的肺脉 上到肺里面来 因此说 肺有病 净寒饮食 寒衣呢 倒是好理解 因为肺乳皮毛嘛 寒衣 衣服寒冷了 穿的薄了 穿的冷了 或者瘦了寒了 皮毛 之邪 影响到 相合之脏 影响到肺脏 那么会使肺病加重 这个现象 在生活当中 大家都会 看得到的 特别一招俩咳嗽 这个最明显 其实喝冷东西 特别喝饮料 突然喝冷了 呛了 喝冷了咳嗽的现象 也是挺常见的 所以说 饮食 含冷值器 通过经脉 到肺 这个我记得 这样的病例 一个小孩子呀 本来就这个 有些气管炎 四五岁的 一个小女孩 这个阶段呢 夏天了 比较平静了 不太 病情不太厉害 那天呢 爸爸挺高兴 带着孩子 上这个 这个 这个 北海去玩了 夏天嘛 到北海去玩 玩玩挺热的呀 就在那个 九龙亭下 这个 一个凉亭子里边 把孩子放上 睡了一觉 然后又给孩子 买了两罐 这个酸奶 冰的酸奶喝了 四岁的孩子 喝两罐 酸的冰奶 耐着那个 那个酸奶 酸奶是那个 瓷罐子的 冰镇的 好 回家这个 边就要犯了 为什么呢 在那 凉亭的底下 吹着风 睡了一觉 皮肤受寒了 又再加了 喝了两瓶 那个 冰镇酸奶 胃又受寒了 寒饮食又来了 好嘛 内外和谐 表里受病 那导致 喘病就犯了 这个喘病 尽管夏天 你还得用点 温馨药来吃 所以下边所说 肺病者欲在认鬼 认鬼不欲 加以秉丁 秉丁不死 吃于物极 起于更新 道理和前面相同 同样的时间的问题了 只不过这个 下边接着说 肺病者下腐会 下腐 刚才我说的是 属于身有食 身食和有食 身有属于金 身有属于金 肺病在其所当令之时辰 比较平静 或者病情容易有起色 日中肾 日中是属于火吗 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属于火呀 火磕金 所以日中肾 夜半静 夜半属于水 水和 这个是 是属于肺所生之时 所以说夜半静 可以 是吧 己所生之时 并比较平静 同样的 如果跟其他脊脏 除了这个脾脏之外 跟其他脊脏的 那所叙述的 文字体力上来看 这个夜半呢 一说应当是 做日中别 就如同我们在讲 上面的脾脏的时候 不是在实践上 他说下腐境 一说应当是日中吗 这个呢 一说应当是日跌 教材律这个有个注释 对吧 是丹婆渊简 宿问世 据乔后文例 当是日跌 日跌是什么时辰呢 日跌就是 这个 也是下午的 三 三点左右 那个时辰 下午三点左右的时间 或者说是土 皮土的时间 那因为一点到三点 是卫士 对 日跌就作为卫士看待 一点到三点的这个时间 对 日跌前面有的 在讲匹病的时候 不就日跌会吗 所以这个夜半境呢 一种解释呢 夜半属于水之气 水是金 金所生 吉所生 之丧 说瓶颈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从前后文字体力上来看呢 这个夜半呢 一说是做日跌 也就是下午一到三点的 卫士 卫士是属于土 升级者 也就至于所生 而持 这个时候 肺育收 即是酸已收之 用酸补至心泻之 肺育收 那是说肺的一种病态 这种病态是肺气 嚎散的一种病态 肺气嚎散了 所以预收 那么这时候呢 用什么药物来 什么性贵的药来收呢 说即时酸已收之 酸味就可以收脸的肺气 免得肺气继续嚎散 即时酸已收之 用酸补至 因为酸可以收嘛 酸收适合肺的现实的状态吗 所以酸味就是补 心呢 心是散呢 心味就是泻 当然 我们在用酸收的时候 其实不妨也用点心散 我在讲肝苦极益 肝玉散 即时心以散之的时候 提过这个问题 说用心补至酸泻之 这又是用酸补至心泻之 固然是以酸味药为主 来收敛废气 但是呢 同时还应该配一些 心酸的药来宣发废气 当然 这种情况下 用心味发散的时候 就量要少 酸味药相对来说 量要大一些 因为是以酸酸为主的嘛 那说我不是 一味的使酸酸效果更好吗 不是更好 从简单的理解 它可能是更好 但是事物它都有相反的一方面 而且肺的本身 也不是一律的要脸 肺本身也还有宣发的 那个性质 所以在脸的时候 要注意要有些宣散 这才叫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 单一的观点 那不是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 单阴无阳 单阳无阴的都不行的 所以呢 在用酸补的同时 也可以少用一些心味药来蟹一下 相对来说叫蟹嘛 比如说 举例来说 比如说小青红汤 小青红汤 小青红汤用的五味子是酸的 用的那个 这个这个少氧也是酸的 但是还要用点细心 细心就是心的 但是这细心的心 你肯定没有五味子 这个酸 这个量大 这是才配合起来使用 效果才好 当然 你用细心来温肺 来直传 那还有其他的意思 我是 我们只是从这个酸味和心味 补屑来说 配合起来使用 也是应该的 下面讲说 病在肾 欲在春 这是讲肾的一条了啊 春不欲 肾于肠下 肠下不死 吃于秋 起于冬 这个道理都一样 跟前面所讲的道理一样 尽 脆哀热食 温至一 脆哀也就是烤的东西 啥的东西 我们那个打铁 那不是说把铁烧红了 搁水里一放了就脆 其实就烧热的东西 热饮食吧 而且这种热饮食是油炸的 煎炒的 这个时候不适合给肾脏病的病人来吃 因为肾本身是水脏 用那些个燥烈 弱的东西 更容易伤其 伤其 圣经 伤其 精气 温至一 温是温暖 至就是烤嘛 衣服烤热的穿 这也不好 或者说穿热的衣服 这个上火的衣服穿上 不好的 下面 因为肾病者 欲在甲乙 甲乙不义 甚于物己 物己不死 持于更心 起于人鬼 这个按五行深刻的规律所说的 和前面道理都一致 肾病者夜半会 夜半就属于水 和肾脏是相应的 肾气妄欲 此时 夜半也和肾气相应 所以夜半会 病情清浅 或者说病情好转 四季是 这四季是按一天来说的 昼夜成婚来说的四季啊 他是说的 晨虚丑味四个时辰 这咱们讲完之后 一会儿看 看这个这个理论阐释的时候 再详细讲一下 这个四季 就是把一天分成四季 十二个时辰吗 分成四季 每一季是三个时辰 最后那个时辰 那就四季 他是这个四季说的这个 也喝着叫四季之末 是属于土 土所望之时 土所望之时 具体的时辰 就是晨虚丑味 四个时辰 相当于一年四季当中的 每一季的最后一个月的意思 所以叫四季 下辅静 下辅 就是傍晚了 身有时 身有属于金之时 其所生 就是 金之时啊 是金之生起 生起者 就至于所生 金生水嘛 现在是肾病啊 到金时嘛 所以 金生水 所以这个时间 病情也比较平静 下面说 肾欲坚 即时苦以坚之 用苦补之 咸谢之 肾欲坚 这是说 肾不能藏金了 肾以藏为本啊 肾不能封藏 所以他需要尖 这个尖 就是尖固的意思 就不要再流失的意思 尖固的意思 肾需要尖固 而不能再流失 用什么来尖呢 用苦味来尖它 苦味可以尖因吗 听说这话吧 使阴晶坚固 比如说织母黄白 我们在治疗一些 花精的 这个疑精的病人的时候 那不经常 搁点盐脂白吗 织母黄白是苦味药 再拿咸味药 炒一炒 让它咸味引药入肾 你引 对了 咸味入肾的嘛 织母黄白 用其苦来尖肾阴 免得一经滑泻 所以肾欲尖 即使苦已尖之 苦可以尖肾 所以就要在这个情况下 苦就是补 相反的 咸是水之味 克火的 苦未属火 所以咸就是泻之 这一段我们讲完了 最后的总结 这是内经自己给前面那个五脏之病 这个这个 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育啊 育后的判断问题啊 做个总结 其实我们在讲当中呢 随时都得引这句话 付邪习之客于身也 以胜相加 以胜 就是相克制 相胜 相克 相加 加呢 其实就是别加 咱们教台说是加林 加林也是别加 相加相连 相接触嘛 运气有克主加林 加林 或者说这个加 也可以理以为是侵犯 但是用加字 那么用叠加呀 用加林呢 好像更便于理解 所以邪习侵入到人体之后 他的传辩过程呢 有以胜相加的 这样一个特点 以胜相加到什么情况呢 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 大体的规律是 至其所生的那个时 按五行相生来说 那个时间 这病可以痊愈 比如说 这个 痞病 所生的时间是什么呢 是秋 土金水嘛 那么匹病到秋天 就应该痊愈 至其所不胜而胜 那么这个病 疾病发展到 有病之葬啊 所不能胜 也就是被克的那个时间 比如说匹病 到春天 就应该加重 因为春天属木了 木能克土 至其所不胜而胜 至于所生而持 至于所生而持 生己的那一时辰 生己的那一时辰 生己的那一个季节 疾病相持 比如说匹病 刚才说的匹病 那么到夏天 这个病就应该相持 所在相持的阶段 因为夏天 不是生己吗 火吗 火生土吗 刚才我以匹藏为主来讲的 夏天是火之气 所以生己之气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疾病相持 自得七味而起 匹病是属于土 肠下是七味 所以匹在肠下 应该有起色 这上面是说的 在什么时候起 什么时候重 什么时候死亡 甚至于是 推论 那么推论下来了 这个推论 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呢 下面说的一话 说推论呢 什么时候才可以用 不是说你什么病 哪里都这么推 他都可以使用 不是 有他一定的范围 他说 必先定五脏之脉 你要想用这个道理 来推论疾病的 是加重是减轻 甚至是死亡 首先你要明确 先必先定 确定明确 五脏的脉相是什么 五脏的脉相是什么呢 那么从内经理论来说 概括的说 肝悬 心红 肺毛 东石 东石就说的圣石 五脏主要是四十之五脏 脾蛋 一般的说 它是这么来说明的了 说是春天脉 都 春脉如悬 下脉如沟 也可以说是红 沟就是红 一上钩的那钩嘛 秋毛 秋毛 毛脉就是腐脉嘛 代脉 这个代脉不是跳跳停停的代脉 也就是缓和的脉象 冬时 冬天沉嘛 或者前面我们讲阴阳影像大论讲的 权衡规矩嘛 权衡规矩这只是四种 就没有带 因为权 就是 这就可以说的是权 这就可以说的是横 这可以说的是锯 玄脉也可以说的是硅 反正在内经理它有不同的 不同的表达的方式 但是他们所讲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这个 悬 勾 带 毛 石 必先你先明确这个五脏之脉的脉象的基本特性 除了这个特性之外 还要知道正常的这个五种脉象 不管它悬也好 它毛也好 它石也好 都要带有缓和之气 或者叫冲和之下 不管它是哪种脉象 春天是玄脉 夏天是红脉 不管它哪种脉象 都应该带有冲和之下 也就是我们说的和缓之下 这是什么 这叫有胃气 只有有这和缓之下 那么说明这个脉象才有胃气 反映人体中才有胃气 后天之本不断 这事才是正常的 所以必先定五脏之脉 是这个意思 把这个定下来了 四季之脉 都有缓和之相 我们明确了 那么如果是 这脉象上已经没有了缓和之相了 或者换句话说 反映出来已经没有胃气了 这说明病逝比较严重了 那么这种脉象呢 后来我们会讲到的 这叫真脏脉 就是没有的胃气了 没有冲和之相的那种脉象 叫真脏脉 真脏脉就是危险之相 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则死嘛 所以啊 要先知道正常的脉象 然后也要知道 现在脉象上是否出现了 这么严重的真脏脉了 这个时候 乃可以严 肩肾之实 出现这种情况 你才可以说 什么时候加重 什么时候减轻 肩是轻 肾是加重 死生之期 什么时候可以 要恢复的话 应该什么时候恢复 要死亡的话 应该什么时候死亡 出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可以做这个推论 比如说 范世人有病了 说这是心脏 属于心病 中医诊断是属于心治病 那你告诉他 哪天该活 哪天该死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 得出现了 脉象上 出现那一种状态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 必先知经脉 然后知病脉 先知道正常的经脉 是什么样 然后再知道病脉 是什么样 这个时候 出现真脏脉了 乃可以严肩肾之实 你才可以说 有真脏脉出现 病情比较危重 那么根据刚才 我们上述所推论的 这些道理 这个病 大体在什么时间 应该加重 在什么时候 应该缓解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过程的时候 对我们采取治疗措施 不单是育后问题 对我们采取治疗措施 也是有益的 就是说 病情应该在什么时候缓解 我在这时候 具体给予治疗 本来病情就在这时候 要缓解 人体的正气 就有上升的趋势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给予适当的治疗 应该说 疗小事好了 不单是一个 判断个 情重死生的问题 不单是个 坚慎之时 死生之期的问题 而且对于治疗上 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就是这一段的 这个原文 主要是我们讲到这 我再回过头来说一下 这一段所讲的 讲的疾病 其所欲 其所生 其所持 其所死 疾病的愈后 有季节算也好 每天算也好 还一天当中 什么时间段来说 来推论也好 它是按五行生克来考虑的 这是内经推论 或者说 预测疾病转归的 一种方式 还有其他方式啊 这只是提出这一种方式 而且这一种方式 也不是随时都可以使用 是必须在特定的前提下 什么前提 这本篇所指出的 是要掌握了脉相的这种特性 五脏的正常脉是什么 当五脏脉出现真脏脉的时候 你才好用这个推论 它是这么个确定下来的 当然是了 作为一般的疾病啊 也可以有所推论 就是说 不一定是 非得是见到真脏脉 是死亡的脉相出来的 才推论 病情 一般的情况是 也可以推论推论 这道问题不大 好多病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呢 那不能你作为绝对的 什么事情 这个要作为绝对的 就本身就要出错误了 当然我知道同学们的心理 因为本人也是当学生过过 就是总希望老师 你告诉我一个方法 就这种推论就完了吗 他要该死就该死 他要该活就该活 我使这个去推论 看病这不简单吗 都有过这种心理 但是那是不客观的 疾病是很复杂的 不可能用这么一个东西 全部分析清楚了 必须还有其他的 一样 将来在学这个辩证的时候 你不说八刚全个概括完了 为什么还要告诉我脏腐辩证 为什么还有气血经验 三胶辩证 对了 最好学一个 但是学一个又解决不了 我们的复杂的客观现实 所以还得准备学更多的东西 再有我说过 在讲这段之前 内经里边 就是本篇前面 还有五脏所苦 我在讲课的时候提到过 虽然教材没有 但是我讲课中提了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把这段看了 应该回忆一下 前面我所提过的五脏所苦 心苦还 即时酸以收之 甘苦极易 即时甘以缓之 疲苦失 即时苦以造之 废苦气上腻 即时苦以泄之 甚苦造 即时心以润之 这个也是最常见的东西 下面呢 我们翻过页来 四十六页 看看理论阐释 理论阐释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种归类问题 所谓和人 和人形 以法四十五行而至 它怎么归类的这个 你看看这个表就可以了 都是按五行归类 木火土金水 五脏 甘心脾肺肾 四季 春夏长夏秋冬 十日 甲乙鼠木 丙丁日 雾几日 更新日 冤鬼日 是属水 冤鬼属水 时间段 平淡是银毛 日中 四五 身有 下福也就属于金 亥子属于水 也是夜半 但是呢 晨与丑卫 是在四季之中间 是属土 你看嘛 银毛晨 那是一个时段 后边最后一个 是吧 四五卫 那么晨卫了吗 身有虚 每三个时间段 最后一个嘛 亥子丑 亥子后边不就是丑吗 子丑 银毛 臣四 五位 身有虚亥吗 按那个时间 把三个时辰 作为一个时间段 三个时间 作为一个时间段 最后那个时间 最后那个时辰 那就是陈虚丑卫 那就是属于土 把它叫四季 这个理论呢 是来自于 脾不主食 而寄望于四季之梦 把俩合起来了 对 把长相的理论 和这个合起来了 这也是内经的理论呢 脾不独如一时 寄望于四季之梦 四季的话 比如说春天 他银毛臣 他按时间段划分的话 把一天可以分为四个时 分为四个季节嘛 按那个季节划分的话 银毛臣就相当于春天 但是呢 臣 最后四季之末了嘛 臣那个时间又属于土气 所以一天当中银毛臣 银毛臣看来是属于 相当于春天这个节气的 但是呢 最后呢 臣这个时间段呢 应当是属于土气 四五胃 应当是属于火的 属于夏天的 但是夏天最后这个时间段呢 又属于土气 所以胃是属于土气 身有虚 害自丑 是一样的 这是这样一个这个划分时间段 一个方法 这是第一点 理论阐释的第二点 就是讲的五脏病 欲肾持起时间的预测问题 这个理论是这么提出来了 这个理论的发展 这个理论的应用 咱们教材上呢 提到了比如 张忠景 是按六经辨证 他按六经辨证的时候 他不也有欲解石吗 太阳病欲解石 从四至未上 其实道理 和我们上边 将其法时论所讲的道理 它是一个道理 太阳病欲解石 从四至未上 也就是四时和到未时之间 这个时间 是太阳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和太阳的精气 相符合了 太阳精气当旺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他才痊愈 六经病都有欲解石 道理都是这个 也就是精气旺了 这个时间精气旺盛 因此这经之病 在这个时间 就有起色 欲解石 同时教材的 也特别提到 我们虽然讲的是个一般规律 在内经里 还有其他的预测疾病的规律 但是学习每一个规律的时候 都应该结合临床实际情况 教材上说 不可恪周求见 交注骨塞 而机械的套用 这个难就难在这里了 规律告诉你了 什么使用 那还得在临床当中 根据具体情况才使用 所以 我说学中医难学 恐怕也就难学在这了 到底容易不容易啊 甚至已经一说 谁都可以记住 谁都可以离得了啊 但是怎么用呢 还要结合临床实际去 不然的话 那就叫做恪周求见了 犯见到病人 我就推测 他哪天该死 哪天该活 这恐怕不行 那就叫恪周求见 也就是教材说的 不需要那样的 交注骨塞 机械套用 这个理论阐释的 第二个问题 最后还一个小的自然断 那是讲的 一天的 不是按那个 那生客来考虑的 所有病都 大致都有这个情况 也不是所有的 大致都有这个情况 疾病 也有平淡会 白天比较安静 到晚上加重一些 到夜里最严重 他说一般的病 大体上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蛋会 昼安 西家 夜肾 变化规律 大体而言是这样 那和我们上面所讲的 按五行 三客来推算 就不是一样 休息一下吧 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